哥哥杀人犯罪,临行前将妻儿托付给弟弟照顾 不如你和你嫂子结婚吧 弟弟舍弃相爱多年的恋人,与昔日的嫂子重组家庭 我哥死了,我却被我哥的遗愿困住了 为实现哥哥的遗愿,弟弟的内心痛苦不堪 缺少爱情的婚姻还能走多远 为了哥哥的嘱托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这天夜里,苏兰兰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迷迷糊糊看见家里竟然出现一个蒙面大道 吓得苏兰兰是不敢出声 借着月光,苏兰兰清楚地看到这个蒙面大道 熟练地将柜子打开 把放在里面的一罗现金取出来,放入包中 这苏兰兰自己知道,那可是十万元的钱 这个大道是谁?为什么对家里的摆设如此的熟悉呢? 这钱可是前两天刚拿回来的 这贼怎么就惦记上了呢? 这笔钱可是苏兰兰日后的生活保障 苏兰兰心里着急,顾不上多想 悄悄起去,一把上去扯下盗贼脸上的口罩 苏兰兰看着盗贼的脸是愣住了 惊讶地问道,怎么是你? 难道苏兰兰认识这个大盗? 那这个盗贼到底是谁呢? 为什么会深夜潜入盗窃呢? 而苏兰兰的家中,为什么又放这么多的现金呢? 事情还要从三年前苏兰兰嫁给沈小乐的事情开始说起 苏兰兰比沈小乐年纪大了七八岁 并且还结过一次婚,还生过一个儿子 当时的沈小乐没有结过婚 年纪也才不过二十来岁 一米八的个头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帅小伙 沈小乐要和苏兰兰结婚的消息是一传开 街坊四邻就暗地里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苏兰兰比沈小乐大了那么多 恐怕这婚姻长久不了 也有人说,这沈小乐真是仗义 娶了苏兰兰也能让沈家福死而瞑目了 明明是沈小乐娶苏兰兰 可为什么邻居们都说是小叔子娶嫂子呢? 原来在结婚前,沈小乐和苏兰兰的确是叔嫂的关系 而邻居们嘴中的沈家福正是苏兰兰的前夫 沈小乐的哥哥 可是弟弟怎么会娶自己的嫂子呢? 了解沈家情况的湘林都知道 哥哥沈家福在几个月前因为犯罪被执行了死刑 而她的犯罪与弟弟沈小乐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也正是沈小乐和苏兰兰结婚的原因 这一切都源于几个月前发生的那场变故 沈家两兄弟住在一个小镇上 那时哥哥沈家福和妻子苏兰兰的孩子刚出生 弟弟沈小乐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虽然不富裕 但也是其乐融融 沈家福在一家运输公司做搬运工 靠力气振钱 性格是火爆直接 而弟弟沈小乐在车站附近就开了一个小卖部 为人老实懦弱 兄弟两个人的性格脾气完全不一样 弟弟每次被欺负 哥哥就挺身而出 为弟弟打抱不拼 这一天 弟弟沈小乐的小卖部来了一个混混一样的年轻人 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 胳膊上是露着青色的纹身 嘴里叼着香烟 胆小怕事的沈小乐看见这样的顾客 不仅有些哆嗦 一种不祥的预感是涌上了心头 果然 这小混混进去之后 随手拿起一瓶饮料 打开盖子就喝了起来 这沈小乐原本装作没有看见 也不敢置身 可小混混一连喝了好几瓶 边喝还边拆开其他的零食 吃了起来 吃吃喝喝不说 临走时还拿出一个大袋子 七七八八的将店里半货架的东西都装了进去 并没有付钱的意思 这沈小乐一看 半个货架的东西没了 这损失也太大了 再也忍不住了 就上气小声的说 哎 兄弟 你可不能这样啊 这得付钱啊 我这是小本买卖 可赔不起 这小混混一听这话 将带子是用力的往地上一摔 瞪着沈小乐 狠狠的说道 敢倒我的路 你要不要命了 我愿意从你这拿东西是看得起你 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说着就准备拿着东西离开 而沈小乐当然不甘心了 也不让开路 小沈哀求着说 你多少给点钱吧 你这一走 我几个月可就白干了啊 小混混一听 发火了 一脚将边上的货架是批倒 货架上的饮料 零食 轰的全部散落在了地上 小混混又顺手掏起 吃撑货架的一根铁棍 叮咛光浪的 在店里是一顿乱砸 顿时 原本整齐明亮的小麦布 被砸的是七零八落 沈小乐见此情景 赶紧躲在角落里 再也不敢吱声了 只能任凭小混混是胡作非为 小混混将小麦布砸得所剩无几后 得意洋洋的离开 前脚小混混刚走 后脚哥哥这沈家福就进来了 沈家福看到这副情形 是气不打意出来 从角落里拉出 嘚嘚嘶嘶发抖的弟弟 问道 谁干的 这谁干的呀 沈小乐好不容易晃过神来 指着门外说 刚走呢 那个染头发的给砸的 沈家福是个火爆脾气 确定了砸店的人之后 从被砸的乱七八糟的废墟中 捡起了一根铁棍 怒气冲冲的就跑了出去 沈家福追上小混混问道 是你欺负我弟弟是吧 是你砸了我弟弟的店 那小混混一副不屑的样子 凶神恶煞的说道 是我怎么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脾气火爆的沈家福 可不是胆小懦弱的沈小乐 抬起脚狠狠的对着 这个小混混踹了过去 小混混被踹倒在地 见沈家福不好惹 酿枪的爬起来 就准备逃走 而沈家福哪里肯放过他 拿起手中的铁锅 对着小混混是用力的打下去 不远处 小混混的几个同伴健壮 赶紧跑过来来帮着小混混 这时的沈家福也是杀红了野 拿着铁锅对着眼前的几个人 是一顿乱打 沈家福本来做搬运力气就大 这一棍可真不清 原本只想为弟弟出口恶气 没想到第一棍子 将那小混混和赶来帮忙的 另一个小混混一起给打死了 沈家福光天化日之下 在大街上用体肤连续打死两个人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很快法院就以不意杀人罪 判处沈家福死刑 行刑前沈小乐特意要求和哥哥沈家福 见了最后一面 沈小乐一看见哥哥就跪着痛哭流涕 哥 是我害了你 如果不是为了给我出气 你也不会犯下这事 沈家福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说道 杀人偿命 我死不足心 只是 我放心不下你嫂子 更放心不下你那刚一岁的侄子 我死了 他们娘俩可怎么活呀 沈小乐听到哥哥这么一说 拍胸脯保证 哥 你放心 以后有我一口吃的 就不会亏待嫂子和侄子 饿死到不至于 只是他们孤儿寡母 家里连个能依靠的男人都没有 你嫂子还那么年轻 迟早要再嫁人的 我一想到到时候我的儿子喊别人爸爸 成了拖油皮 我就像万贱穿心啊 比怕死刑还难受啊 说着 从来不哭的沈家福是 黯然的哭了起来 沈小乐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哥哥 就陪着哥哥一起哭 突然沈家福抬起头说道 小乐 小乐 不如你和你嫂子结婚吧 你给我儿子做爸爸 这样 我儿子不就不会成为拖油皮了吗 你是他亲叔 一定会对我儿子好的 沈小乐已经愣了 什么 哥哥让他和嫂子结婚 可是我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呀 沈小乐不太愿意 吱吱呜呜的说 这不合适吧 哥 小乐你说 我被判死刑是不是为了给你出气 你如果还把我当哥 你如果真想让我走得安心 就娶了你嫂子 给我儿子当爸 否判我死不瞑目 说着沈家福就给弟弟跪了下来 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哀求了起来 沈小乐从没见过刚强的哥哥这样 心里头一方面觉得哥哥确实是受自己的牵连 才杀了人 犯了罪 另一方面又不忍心看到哥哥这样哀求自己 便半推半就的答应了 沈小乐是个守信承诺的人 既然答应了哥哥的遗愿 便下决心和青梅竹马的女朋友黄小霞分手 黄小霞虽不愿意 但也理解沈小乐的苦衷 勉强同意和他分手 可心里却一直放不下他 而黄小霞的父母对这件事反应是十分的激烈 认为沈小乐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不准女儿再和他有来往 嫂子苏兰兰开始觉得 嫁给小叔子也是一件很别扭的事情 但是一想到是丈夫的遗愿 心里就慢慢的开始接受 加上沈家福死后 她一个人生计没了依靠 便顺从的答应了和沈小乐的婚事 沈小乐与苏兰兰结婚后 过起了相敬如宾的生活 两人相处的十分客气 客气的不像夫妻 当得知忍痛分手的女友还在苦苦等候 沈小乐难以自持 我会一直等你 这辈子除了你 我谁也不嫁 沈小乐该如何面对前女友的等待 她和苏兰兰的婚姻又将会走向何处 为了哥哥的嘱托正在播出 由于苏兰兰和沈小乐原本是书嫂关系 两个人要结婚的事一传开 便引起了邻里的议论 但为了完成沈家福的意愿 苏兰兰和沈小乐都不把流言分语当回事 低调的领了结婚证 办了婚礼成了合法的夫妻 婚后 沈小乐对苏兰兰和侄子十分的好 照顾的很是周到细致 似乎想要把对哥哥的所有的愧疚都补偿到苏兰兰和侄子身上 而苏兰兰是一个传统的邪书女人 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子 下定决心将沈小乐当成沈家福 踏踏实实的和她过一辈子 他们组成的新家庭看起来相敬如宾 和睦融敲 可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两人相处的十分客气 客气的不像夫妻 新闻举止总有一种难以跨越的隔阂与梳理 沈小乐和苏兰兰都有这种尴尬的感觉 但是他们却从不说破 为了沈家福的遗愿 即便是心里再多委屈 两个人也决定是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吞 凑合的过一辈子 给孩子一个有爸爸有妈妈的完整的家 但是他们俩之间并没有感情 完全是硬凑成一对的 性格 没人处事 价值观都相差很大 开始时 沈小乐和苏兰兰还能勉勉强强的相敬如宾 做个夫妻的样子 可后来 两人几天也没有一句话可说 沈小乐每次看到苏兰兰 就想到哥哥为自己送命的事 心里十分的压抑 便索性 以看店的名义 住在了小卖部里 偶尔回家 沈小乐总是给侄子和苏兰兰带一些生活费和好吃的 但两人之间无话可讲 也没有夫妻感情可业 正巧这个时候 沈小乐已经分手的青梅竹马的女友黄小霞 突然找到了沈小乐 和沈小乐分手的这段时间 痴情的黄小霞时时关注着沈小乐 只要没事 他就在沈小乐开的超市周围 远远地看着 和沈小乐分开的时间越长 他对沈小乐的思念也就越深 这天 他又来到沈小乐超市附近 从外面看到沈小人影 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从超市外 走了进来 沈小乐见到许久不见的黄小霞 有些惊讶 黄小霞解释说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你过得好 我也就放心了 沈小乐听了这话 忍不住又哭了 他捧来就和黄小霞感情很深 加上现在婚姻的不幸 见到黄小霞 便情不自禁地向黄小霞倾诉了起来 我过得一点都不好 我心里痛苦极了 我不愿意回家面对苏兰兰 我看见他就想起我哥 我不知道应该把他当成我嫂子 还是我老婆 我不爱他 却身不由己 必须要和他在一起生活 我哥死了 我却被我哥的遗愿困住了 真不如当初死的那个人是我 黄小霞见沈小乐绝望的样子 便安抚说 你还有我呢 我一直陪着你 我会一直等你 这辈子除了你 我谁也不嫁 说着两个人就又抱在一起 痛哭了起来 从此之后 黄小霞就常常偷偷摸摸地来找沈小乐 两个原本就相爱的年轻人 暗地里又开始交往了起来 并偷偷的在沈小乐的小脉部里 开始了同居的生活 跟黄小霞在一起的时候 沈小乐总是红光满面 有说有笑 而只要一想到妻子苏兰兰 这沈小乐就愁眉苦脸 黯然伤身 苏兰兰自然也不好过 她心里也别扭啊 每次看到沈小乐 她也会恍惚 分不清这到底是丈夫 还是小叔子 所以沈小乐不回家 她也乐见其成 两人是不见面 也许是最轻松的相处方式 原本以为日子啊 就会这样凑合的过一辈子 可黄小霞竟然意外的怀孕了 黄小霞怀孕的消息 对沈小乐来说又惊又喜 毕竟她和心爱的人有了孩子 是她倍感幸福的事 但这事如果让苏兰兰知道会怎样 沈小乐一时乱了方寸 可越不愿发生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 黄小霞的父母不知怎么知道了女儿怀孕的事情 一时打上门了 黄小霞的父母得知女儿未婚怀孕后 便找到沈小乐让她负责任 和黄小霞结婚 而沈小乐一时是乱了方寸 陷入了两难 一边是哥哥的遗愿 要照顾苏兰兰一辈子的承诺 一边是深爱的女友和未出生的亲生骨肉 沈小乐是难以抉择 黄小霞的家人是来势汹汹 逼着沈小乐必须给个说法 沈小乐自己啊 也觉得对不起黄小霞 先是为了哥哥的遗愿和苏兰兰结婚 抛弃了黄小霞 而黄小霞呢 却不计前嫌安慰婚姻不幸的自己 现在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自己怎么样都应该给黄小霞一个名分 于是沈小乐承诺一定要和黄小霞结婚 沈小乐回到家里 便将事情全部都告诉了苏兰兰 希望和苏兰兰离婚 苏兰兰心里啊 本来就没有安全感 心想自己已经加了两个男人了 年龄越来越大了 要是沈小乐不要我了 我带着一个孩子 哪个男人还会娶我呢 一时间是难以接受 坚决不同意离婚 哭着说 你可是答应了你哥哥的呀 你答应会照顾我们母子一辈子 这才几年啊 你怎么就反悔了呢 要是离了婚 我们母子可怎么活下去 你对得及你死去的大哥吗 沈小乐一听到苏兰兰提哥哥 就再也不说话了 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哥哥 可现在他又能怎么办呢 不辜负哥哥就得辜负黄小霞 不辜负黄小霞就得辜负哥哥 他别无选择 只能尽力去周全了 沉默了很久 沈小乐开口说 这几年我们虽然结婚了 但过得并不幸福 我们尴尬的相处 凑合的过日子 又何必要勉强在一起呢 兰兰 我知道你不愿意离婚 不是因为感情 而是担心以后的生活没有依靠 你放心 即便离婚了 我每个月都会给你和孩子生活费 以后孩子长大了 我还会供他上大学 我说到做到 你要还不放心 我可以把现在所有的积蓄都给你 沈小乐这话说到了苏兰兰的心里 苏兰兰沉默了良久 你要真想离婚 我拦也拦不住 黄小霞是个好女孩 我也不想为难他 只是我还要养孩子 这孩子可是你哥哥的亲生儿子 我也不多要 你给我十万块 我就同意离婚 沈小乐点头同意 隔天便到熟食的亲友那里去借钱 小镇上的人都不太富裕 借便了可以借钱的亲友 好不容易凑到了十万块钱 沈小乐将这来之不易的十万块钱交给苏兰兰 当天两人就来到了民政局 办理了离婚手续 可就在刚办理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夜里 苏兰兰半夜醒来 突然发现家中有一个蒙面大盗在偷钱 他顾不上多想 上去就拿下了盗贼的口罩 一看那盗贼竟然是沈小乐 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沈小乐刚摆脱哥哥遗嘱的束缚 又受到黄小霞父母的刁难 你甩了我们家姑娘这么久 总要给她补偿啊 离婚后 苏兰兰独自在家 竟发现有窃贼光顾 你看 那盗贼竟然是沈小乐 沈小乐为什么出尔满尔深夜偷钱 他要偷回自己送出去的钱 是否也构成犯罪 为了哥哥的嘱托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苏兰兰看到盗贼竟然是沈小乐后 一时失了神 沈小乐趁机赶紧抱着装钱的袋子 就往外走 转眼 沈小乐带着钱就消失在夜色中 苏兰兰一向就没有安全感 又看见沈小乐偷偷摸摸把钱拿走 缓过神便冲着门外 边哭边喊 这钱你不能拿走啊 已经给我的 怎么能拿走呢 你把钱放下 把钱放下 邻居见苏兰兰哭得这么惨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便报了警 警察了解情况之后 找到了沈小乐进行调查 沈小乐已经和苏兰兰达成了协议 钱也是自愿给他的 他为什么还要半夜去偷钱呢 原来呀 离婚后的沈小乐高高兴兴的去找黄小霞 告诉我他自己已经离婚的消息 想赶紧着手准备和黄小霞的婚礼 但是黄小霞的父母对沈小乐是有怨气的 你甩了我们家姑娘这么久 总要给点补偿吧 以后再发生什么变故 我们也不亏 于是给他提出了一个难题 要他给十万块钱彩礼 否则甭想去黄小霞 这下可让沈小乐为难了 为了离婚 他所有的积蓄都给了苏兰兰 为了离婚 他已经向所有能够借钱的亲朋好友借了钱 他现在是身无分文 无处可借钱了 他也想过把小卖部卖了 可是一估价 小卖部才值几千块钱 根本就不够用 于是凑不到钱的沈小乐 也见不到了黄小霞 黄小霞的父母是把黄小霞锁在了家中 不让他与沈小乐见面 还扬言说 如果拿不出十万元彩礼 他们就带着黄小霞去做流产手术 沈小乐这边像挤热锅上的蚂蚁 挤得是团团转 想到了自己刚给苏兰兰的十万元 心想为何不先拿走那一笔钱来急救呢 等到自己日后有钱了 再慢慢把钱还给苏兰兰 不就是了吗 眼前先保住黄小霞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这是最重要的 可是明着跟苏兰兰要钱 苏兰兰肯定不会给 所以沈小乐决定背着苏兰兰自己拿钱 沈小乐知道苏兰兰刚拿到的十万块钱 还没有来得及存到银行 也知道苏兰兰平时放钱的地方 于是他偷偷摸摸来到苏兰兰家中 想趁着苏兰兰不知道将钱偷偷的拿走 在公安局沈小乐对自己偷偷拿钱的行为是供认不讳 但是他却认为这钱是自己的 原先是要给苏兰兰 但是自己反悔了 现在不给了 拿回自己的钱还犯罪不成吗 那么沈小乐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呢 我们说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的窃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物的行为 是否构成盗窃罪 关键要看沈小乐拿走的钱是否属于他所有 如果钱属于沈小乐所有 那么拿走自己的钱不构成犯罪 但是如果钱属于苏兰兰所有沈小乐未经他人允许 趁人不备偷偷拿走他人的财产 那么就构成盗窃罪 在本案中 这十万元的所有权人到底是谁呢 这就涉及到所有权转移的判断标准了 金钱作为动产 其所有权转移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法律点 动产所有权变动的标志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23条规定 动产所有权的设立和转让以交付时为准 也就是说当动产的所有权人决定把动产给予他人的时候 动产的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 由自己的手中转变为他人的手中 也就是说当他完成交付行为的时候 动产的所有权也随之转移给他人 从法律上看 沈小乐将十万元现金交付给苏兰兰 金钱的所有权已经发生了转移 而且这笔钱属于对苏兰兰的离婚补偿 应该归属为苏兰兰所有 动产已经交付完成 沈小乐无权后悔 也没有权利私自拿回这笔钱 可是沈小乐却趁着夜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的财物 法院最终认定其犯盗窃罪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沈小乐入狱后不久 黄小霞不顾父母的反对 坚持生下了他们的孩子 痴情的黄小霞表示 会带着孩子等沈小乐刑满释放 苏兰兰此时觉得有些愧疚 主动从那十万元中拿出了五万元给黄小霞 两位单身母亲回想起 由遗愿引发的一系列变故 暴头痛苦 俗话说 强扭得刮不铁 在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 沈小乐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 硬凑在一起和嫂子结婚 婚后不但痛苦万分 还给自己带来了劳率之灾 为人处事我们说千万要神重 不易因为报恩或者一时的感动而轻易做出承诺 凡事要量力而行 勉强终究难以收获幸福 在做事之前 应该三思而后行 一意孤行或想当然的自以为是 往往容易触犯法律的境地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灵女对陌生男一见钟情 案子发誓 非他不嫁 这总评说了 什么补偿我都不要 我就要求你跟我结婚 大灵女挖空心思追求这个男人 男人为何对他越来越冷淡 最后啊 这耿剑国就锁起来 不再见他 软硬兼尸 也没有俘获这个男人 最终却为何出了人命 大灵女逼婚 下期播出